秘魯一個古墓中發現了一具極度不尋常的穆乃伊 它有一個超大的頭骨和非常小小的身體 頭身比例是達到1比1 有參與研究的考古學家認為 這具穆乃伊有可能不是屬於人類 而是一具愛星人的遺體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Professor Papa 正如畫面所見 穆乃伊擁有長約50厘米的頭骨 與他身體的長度是差不多一樣的 而且頭骨上眼窩的比例比正常的成年人要大很多 同時還找到名為腦筍的軟組織 以上都是穆乃伊身處嬰兒時期的特徵 但令考古學家難以理解的是 穆乃伊的口中有兩顆較大的口齒 科學家認為人類嬰兒的乳齒不可能這麼大 因此他們認為頭骨的主人不符合世界上任何種族 有可能是智人的亞種 甚至他根本不是人類 而是來自愛太空的外星人 不過事實又是怎樣的呢? 人類學家檢測了穆乃伊的DNA之後發現 他絕對是百分百的人類來的 雖然眼窩和口中的口齒比正常為大 但這只是他頭骨生長異常導致的結果 而且由他的牙齒生長階段 可以推斷出 穆乃伊是一個大約一到兩歲的BB 那究竟為何他的頭骨形狀會變得這麼奇怪呢? 原來在古代秘魯頭骨改造 是一點都不稀奇 他們會在新出生的BB頭上施加各種壓力 由於頭骨要長大後才會定型 為了保證大腦有足夠空間成長 頭骨就會向無壓力的方向生長 從而造成各種的長型頭骨 有超常現象學者認為 這種改變頭骨的習俗 是當地土著為了模仿 他們見過的外星人種族的外貌 但我認為這個說法是缺乏實質證據的 雖然由今天的審美角度來看 他們的習俗是非常古怪 但是在南美洲的各個文明當中 改變頭骨形狀的習俗是一直都存在 他的用意除了美觀之外 還包括和其他部落的居民作區分 或者彰顯社會地位等等 我們不要忘記 去到現代還有很多漢族女人又摘腳的習俗 而在緬甸到現在還有很多長頸族人存在 相信他們都不是為了模仿 細腳的外星人和長頸的外星人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 我們下一個了